我們很歡迎王喜 王喜 歡迎王喜 我常常見到你的 看你的演出和報道 所以你對我不陌生 我常常見到你的 我剛才在開咪之前 才發現原來你已經是三個小孩的媽媽 主要是 第二胎是媽胎 是 那我常常在加拿大溫哥華在這裏 造成了一個控洞 其實媽胎因為我肚子太大 人們看到我便會控洞 嘩你肚子這麼大都能走路嗎 那三個女兒像你多一點 還是女兒像你多一點 三個都不是很像我 比我大一點會像 像女胸 對 你這麼漂亮 我女兒怎麼都要起碼有七分 但不知為何 女兒通常都像爸爸 但這兩個兒子暫時都很像我 都會殺死人 一點點 真的會殺死人 我看到王喜現在很fit 就是這樣的 是怎樣呢 近來 我可以告訴我怎樣減肥 近來就得到高人指示 哪位高人呢 講完這個減肥方法之後 再透露是誰 OK 好了 這個高人教的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不用買課程 不用食 什麼東西 你這麼節省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所有事情就是回到懷疑機關部 就是每一頓飯之後 我們不喝東西 茶、水、汽水、什麼都不喝 湯也不喝 不喝 即是那一頓飯裡面 或者之前你可以 你喝什麼都可以 汽水、湯 你喝什麼都可以 但那一頓飯完了之後 放下筷子 開始計算兩個小時 什麼都不喝 什麼都不喝 然後你就會發覺 兩小時不喝水 不就很喝 對 很喝 沒錯 你就保持著這份 對喝水的那份 那份喝球 是兩個小時後 才喝 通常我就會教手機 然後等自己清楚 知道兩個小時後 就要喝水了 我們不是不喝水 我們只是把喝水的時間 集中在某幾個時間裡面去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講一下消化 原理是怎樣呢 我心肌旁邊有很多醫生 可能他們會覺得 好像跟醫學不是太吻合 試一下 大家各私講法 我們消化是由嘴咀開始的 沒錯 我們在口腔裡面咬爛食物 將它變成很細塊 然後吞進胃裡面 靠胃液去消化 消化完的食物 就由固體變成半壺狀 對 然後推進小腸 然後吸收營養 然後吸收完營養之後 正下來的渣載 就會推進大腸 然後進行水分的重新吸收 好了 留意著 轉角 很厲害 去到大腸的時候 大腸的結構 有一部分 就是要轉兩個彎 然後向上推 反地生吸力之後 再走一個圈 再下直腸 才排出體外 是這樣的嗎 你留意一下大腸的分部 有一段是要反地生吸力 向上推 要推上來之後 再轉回彎 再回去 好了 如果 我們 在每一頓飯 吃得太快 每張食物咬得很碎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消化 如果在吃飯之後 再喝茶 水 這些液體不是中和 就是稀釋了胃液 所以就減弱了消化功能 那就是說 食物未被完全消化的時候 就推進去小腸和大腸 因為它的尺寸問題 太大分 魔力量太大 小腸吸收不到它們的液氧 對 因為太重 所以就影響了大腸的餘動能力 做這個反地生吸力向上推的動作 有時候不是因為我們的餘動能力不夠 而是因為食物太重 因為未被完全消化 所以就會團結在哪個位置 腰道 肚腩 於是日漬越來 有時候不是因為我們的脂肪大了 而是腸肥了 腸肥了不是因為脂肪的程序 而是有些東西未推走 而是積了在那裡 因為那兩個轉角位其實是很吵架的 是的 還有一個叫向上推回那個反正 如果你不夠力的話 這樣向上推不走 於是乎就是日漬到裡面 於是乎的腰就越來越肥大 為什麼兩個小時內不喝東西呢 就是要給一個很清楚很清晰的間隔 因為我們城市人任何時間 一無事做 不是喝杯咖啡 就是吃劑餅 於是乎從來這個消化系統是沒有休息過的 一天 沒錯 一天從醒來那一刻開始 就不斷灌進去 是的 但是如果你兩個小時內不喝東西 不放藥下去的話 這個消化系統就會有兩個小時的所謂間隔 這兩個小時的間隔可以讓消化系統 集中精神地去做消化 與此同時就是讓長度有一個空隙 休息一休息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明顯的肚餓的感覺 我們會重拾肚餓的感覺 但是城市人很久沒有肚餓過的 因為我們任何時間隨手都可得食物和飲品 所以於是乎令到我們的消化系統很忙 但是如果你很明顯給它一個停頓位的話 你就會有一個肚餓的感覺 你就會下一餐吃得更加開心 而且不會浪費食物 因為你會吃光的食物 因為肚餓 而你將飲水的時間集中在飯後兩個小時之後 因為你那兩個小時覺得自己缺水 於是乎那兩個小時就喝得更多水 所以你肯定可以吸收每天基本的百倍水 所以整個消化系統就會變得清晰 有間隔 還有消化得盡一點 食物也不會被浪費 我保證三天這條褲會鬆 而且女性很容易有水腫 這個方法馬上第一個見效就是臉會沾 臉部和小腿的水腫情況會馬上得到改善 最難搞就是臉部和小腿 王喜 是不是真的 別哄我 這個方法又不用錢 又不用你買些什麼食肚 只不過是 只不過你是需要在每一頓飯之後 教授機 兩個小時肯罵 提值的飲水 而那兩個小時記住 要忍一忍 不要喝 不要喝飲 但是之前什麼都可以喝 沒錯 那一頓飯你怎麼做都沒有問題 但是不用這麼嚴謹 每天三餐的 中飯和晚餐 這樣做就OK了 早餐就不用了 嘻嘻 好 嘻嘻 嘻嘻 又不用什麼錢 又不用買些什麼 單憑我說可能不夠說服力 我說的是哪個高人教我 大家就覺得一定很有說服力 這個高人就是麗腰牆 麗腰牆 說真的 他瘦了很多 是啊 他只要用這個方法教 難怪的 那次見到他就飾了很多 是啊 他接了一個減肥廣告之後 他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他試過這個方法是最有效 亦都是最方便 和最不用錢 而且又不用介紹什麼 而且都最健康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想起其實我們 都市未有這麼發達之前 其實我們都是一吃三餐 是啊 而每一餐中間是會停頓 其實我們做回原本的作息時間 沒錯 只不過我們日漬月裡 即非成事 於是乎令到我們的 城市生活打亂了我們的腸胃 是啊 其實我們知道還原基本 應該是做回原本的狀態 其實已經很健康 嗯 多謝你王喜 王喜呢 那麼遠從香港來到溫哥華 當然是為了我們的 溫哥華華的小姐演出 是啊 很開心 很緊張 看你再歌再舞 是啊 你拿些什麼歌來表演呢 嗯 嗯 一些有自己的歌也有別人的歌 希望能夠令到節目不好扣分 希望可以加分 為什麼這樣很謙虛啊 你之前出了很多個碟 三隻 三隻 三隻很多的 比我好 我一隻而已 都不會唱歌的 哈哈 那我又不會把標準放得那麼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牛喜呢 是 給我你的感覺很man 是 有剛強 有烈火雄心系列 是 所有人都覺得你演得很好 是 本身是因為你演得好 因為你本身的人 都是 真是一個 救人 即是 沒問題的 好像你以前也是一個警隊人士 嗯 我才知道你不好 不要說他太大 但是你一做這幾個部隊的模式 你真的好像很常心 是的 因為我不是一個盡男 所以我沒有辦法擺一下姿勢 才可以瞞天過海 所以就要辛苦 盡男看下如何 不是說外形加上肌肉 內在味 是的 你搞得我這麼完美 死了 英多華政府會不會留下我 哈哈 哈哈 你已經特別出神日化 因為你本身也是 曾經服務過香港警隊 是的 我最近看報道 你很厲害 什麼 說你是十大英雄 不是 不是 很厲害 不是 香港警隊最近籌備了一本書 香港警隊已經成立了150年 想找一些比較有趣的案件 所謂奇案 想緝默成書 其中一宗他們有打算放進這本書裡 就是 我有份 涉運人士 找到裡面出現的其中一個人 是 那宗案最初是縱火案 但後來被列為企圖殺警 因為在1989年的夏天 7月24日晚上 沾沙咀在那段時間出現了一組中火狂兔 經常在沾沙咀同一晚會在不同的 比如海防大廈 重慶大廈 後巷 下樓梯 中火 令消防員和警察 譬如是不明的 他們可能短短三四個小時 就可能放了四五個地方都會放火 即是要殺警的目的就是殺警 不是 最初原本都是用來製造騷擾 令大家 譬如是不明去四周圍去接這些案件去做 不得閒的那些人 他後來有原因的 後來有原因的 捉了這個人之後 有他的解釋 那個題目是說 不過後來去到7月24日晚上 即是我們事發的那一晚 他就玩大了這件事 因為之前那些縱火都是在梯間燒一些垃圾 只不過頻率就密 即是三個小時內可能放七個地方 那大家就 消防員這輛護車 便撕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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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原本是想捉弄一下大家 但是去到那一晚 他燒的東西就比較大舊了 還有他多了一重報紙 就是之前都是縱火原來由其他人去報警 但是那天 他在那個地點所燒的垃圾比較大舊 還要是在升降機的出口 然後還要點完火之後 就在樓下的公眾電話廳 就虛報 就說那個地方有burger in progress 就是這個腦爆進行中 就是人在爆洩 於是乎很多警察就立刻想上去抓人 也因為這樣吸引了更多的警察 搭升降機上去 你知道 中火有火機發生不一樣升降機 但是他就先放了火 然後就告訴大家那裡有茶 於是乎大家用升降機上樓 於是因為這樣而令到受傷的警察人數更加多 因為有部份警察就是在電梯裏面被困 而那部電梯在舊式的拉閘 然後推著門出去 那扇門的門頂上面有一個膠的膠質 就是一個保險制來的 你一定要那個膠質拍了過去 部機才會動 但是因為外面已經防火 那個膠質已經被燒溶了 所以警察上到那一層的時候 就已經一推門的話 那扇門關門就走不到 所以電梯就鎖在那一層上 於是乎在電梯裏面的一個沙箭 一個視警的藍警 和一個剛出學黨的女警 三個人被噴在電梯裏面 那那個沙箭就 無法忍受裡面的那個電梯裏面 就是推了一扇門出去 但是一撞出因為漆黑的片 所以其實很多濃煙 真正的火牆是沒有火的 全部都是濃煙和高溫來的 那一出去之後就撞了牆 於是乎就跌下了 在那兩塊火的中間 就好像微波爐一樣烘著 那我們後到的警察就沿著樓梯上 那裡的現場就是11樓 我們從地上跑上去11樓 然後我就上去的時候 就在走廊裡就撿了沙箭出來 就是那個警長 因為最初其實一刻一刻一刻 不知道是拳不拳 拖牆手出來的時候 就不知道是否能拳 因為那時候我們夏天短就三 我們一刻一刻都看不到誰 就只是拿了一隻手就拖牆出來 但是拖一下的時候就滑手 不是滑手應該是 閃一閃的 不是閃一閃的應該是 因為他的表皮已經被小傷了 所以大家幻想一下 我好像幫他脫手套一樣 哎呀不是 是的 然後才脫手 抓不到他 於是就拿衣服 才再拖他出來走廊 其實拖出來之後 我還沒有認到他 是我同隊的山子 因為面部的灼傷都很嚴重 然後也太驚慌了自己 沒有留意這套衣服 究竟是制服來的 跟另外一個伙計和兩個消防員 四個人抬了他下樓 下樓之後才發覺原來 是呀 沒有由只有一個警察做事 糟了 會不會再有其他人呢 於是換油再爬上十樓 十一樓 再爬上去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 在電梯裏面還有兩位同事 再爬上去 你們已經爬上去 是的 市間的南警就由消防員救出來 我們自己一個人抱了一個女影出來 然後就由十一樓再回到地下 於是前後就叫做救了兩個人 而這件事 後來就被當時的那個警區 就列為是企圖殺警案 後來也抓到人 他有他的解釋 於是這件案就變得有趣味 或者叫奇案 於是就成為最近警隊上 七六成書的其中一個章子 哇